真的要我在香港才會請到她來 主要原因是 你從日本也請到我來,我們在日本相識 我在香港也認不到你 可惜相逢晚上有些 怎樣認識? 其實我是想問你的意見 寶珠姐,你見我們兩個 一個是挺帥的,一個是一般的帥 你多帥,我就一般的 聽眾經常說你英俊 因為看看跟誰比較 這位英俊是怎樣相識 我覺得一切是緣分 上天的安排 一切都是最重要的 真的上天安排 話說是去年11月去了日本東京去旅行 我和太太很喜歡吃奧媽咖啡 在香港也不是一個星期 也不是兩個星期吃一次 去到東京一早 不斷預約所有奧媽咖啡 吃這麼多生冷的食物,你的健康行不行? 對,所以今年就沒有吃了 因為太宗醫師說不要再吃了 再吃不行了 但起碼去年吃了就成熄到你 奧媽咖啡旁邊有個 會說中文的香港人 又這麼帥 可以回答一下 一開始不是這樣的 我是遲到的 然後是否那個壽司師傅 已經跟你說了 沒錯沒錯 因為我很喜歡跟壽司師傅回答 跟他說多不多香港人來 每晚都是香港人 你坐在你旁邊都是香港人 還未到 我很期待 然後我看到你 為什麼這麼流利的日文 我就說他真的是香港人? 聽見到了 不是我自己吹自己流利日文 其實因為你不懂日文才會流利 沒錯,其實我不知道你是說什麼 OK 那接著 是不是這次奧媽咖啡的體驗 跟平時有點不同呢? 絕對是 因為如果自己去日本吃奧媽咖啡 當然不知道在吃什麼 他說完那些日文都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今次吃奧媽咖啡 就有人跟我們翻譯了 就是Kenny幫我們全程翻譯 他跟我說 剛剛又認識到他的老闆 是啊 其實是這樣的 我人生是未吃過奧媽咖啡的 即是你們說兩個星期吃一劑 我本來一次都沒有吃過 人生第一次吃 因為老闆來了日本 那當然要作他一筆 一定 那我這個壽司師傅 本來是我的朋友 我認識他的 誰?自己去旅行的那個? 玉麵飛龍的朋友 玉麵飛龍的朋友 玉麵飛龍就是我認識的日本朋友 臉有很多肉 所以我叫他玉麵飛龍 玉麵飛龍的男朋友 那個朋友的小學同學 我跟這個小學同學 喝過下酒 知道他是自己開了一間 我媽咖啡 我一直都很想去 然後我問他幾錢 他就說 如果你要吃得飽 就好像是三六 他跟我說了 三六是什麼? 三六酷 他跟我說 三萬六千日圓 對 難道是三千六百日圓嗎 我也忘了吃了多少錢 你吃得貴一點 因為你不斷喝酒 又請人喝酒 這是文化 真的 我本來都不懂 你吃開我媽咖啡 就知道原來叫酒 要跟師傅 不知道日本是否 香港的文化 一定會堆壞師傅 嘩 對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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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以為是 誰知道 日本文化不是這樣 我以為是朋友 多了兩塊 誰知道沒有 但最後 因為我老闆是一個超級大胃王 他也多吃幾件 吞拿魚手卷 挺開心的 那餐不是特別好吃的 我真心覺得 嗯 是 香港比較吸引 香港還好吃 那間可以 不太差 但其實吃完 另一個最難忘的回憶 就是 我剛剛去東京 兩天左右 可以做Uber 你做Uber 蛤 載你回家 對不起 為何會載他回家 話說是這樣 因為我們吃得比較晚 這些奧媽卡車 都是分上半場和下半場 上半場六點 下半場八點多 我們又有點遲到 因為公事繁忙 我工作很勤力 然後就遲到 吃完都11點多 沒有尾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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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自駕遊 但當地人就沒有車 不過說實話 你剛剛喝的酒 全部給師傅喝 你又沒有喝 是嗎 沒錯 嘩 如果不是沒理由 他會開得到 是啊 因為我太太可以喝 我不喜歡喝酒 因為喝完酒 就吃不到那種感覺 真的 我喜歡喝茶 我也是 我們大家都喜歡喝茶 是茶人 然後 那晚真的是恩公 阿超哥 今天我們的名字是 包租公阿超 叫一聲超哥 超哥 你好 那時候 我乘的士回去 我想要脾氣 脾氣 真的要脾氣 然後阿超哥和我們 在殖間 宴談甚歡 我本身很喜歡做導遊 是 其實那個師傅說什麼 我可能有些人聽不明白 但我照樣說出來 假裝 人家不懂 所以說什麼都可以 應該是說 你聽到一半 再加上自己的修飾 這條魚在千葉縣海邊 就是三千米水深 他可能沒有說三千米水深 其實要形容一下 才會覺得那東西特別 但始終味道是一半半 但不要緊 認識到超哥 我都認識到你 我都覺得很開心 每一次去日本都會有個導遊 沒問題 隨時歡迎來找我 然後 我們就送他回去 我很感恩 之後再請超哥吃一頓飯 然後就認識他 才了解他 究竟做什麼 第一頓主要是聊壽司 寶珠姐有沒有吃到奧馬卡錫 我沒試過在日本吃 因為在日本預約奧馬卡錫 很難預約 而且要流利日文才可以預約到 沒有這些餐廳 有Candy就可以了 不要這樣說 千萬別 我很怕預約位 你不要人預約位 那幫不了我 對 他不幫我 幫老闆 對 他只是幫老闆 為何有些地方只想打電話預約 不讓你網上按鍵 有原因 因為他想你流利日語 我猜 因為日本人 如果去一些比較高級的餐廳 他每一道菜都可以想解釋 詳盡給你吃 當你沒有反應 他就覺得不太好 你只來吃 完全不能給予反應 又不能給予意見 可能他就不太喜歡 但也不需要流利 至少溝通都要 如果你是透過一個人幫你預約 然後去到又 那帶給人麻煩 日本有個字叫迷惑人 迷惑即是打擾到人 我就不想 作為一個做壞規矩的外國人 打擾到人 這個其一 除非我一起吃 我一起吃 我願意做導遊 跟師傅溝通 沒有問題 絕對 是理解的 如果我幫你預約 我留了我的電話 有什麼事就追究我 你又遲到 那些我就不知如何解釋 絕對 不能再預約 不是不能再預約 也是那個原因 就是麻煩別人 迷惑別人 那我就不喜歡 因為外國人 為什麼會在日本 一直以來的形象 可能別人不喜歡 有時候 就是因為有些人 破壞了他們的規矩 影響了日常生活 我自己覺得 但是 另一個角度看 要不就不要做外國人生意 你這麼囂張 你自己又能生活 所以 其實 我也不知如何拿捏 所以 結論是什麼 最好 帶我去吃 如果有好東西 下次一定會完成你 一定一定 這個就是 做Uber 對 一個日本的體驗 就認識到Kenny 對 第二頓飯 就開始互相了解 好像 Speed dating 摸手 他說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 你以前怎樣拍拖 你認識一下 原來都認識到 你的女性朋友 有些common friends 哎呀 興奮到撞咪 是的 他的同學是 因為我自己是浸會讀傳理 會傳理的同學 有些common friends 都是做空姐 是的 那就 對了 空姐 朋友 再了解多一點 我覺得阿超哥做的事情 是頗為特別的 還有當他知道我以前做的空姐 就可以抓到他 其實是否一畢業就已經沒有做過 還是有出來做過一下 話說我自己什麼時候畢業呢 我就浸會 讀傳理 學士 讀中文大學碩士的傳理系 很喜歡傳理 對呀 傳理系有什麼好 多女 對呀 這個真的 十個同學 有七個都是女生 找老婆 一流的老婆就是這樣找回來 OK 那搞定了 但是你沒來找不到 首先我不是讀傳理 他不是讀傳理 就算二流就是多女 都沒用 他們不喜歡說那麼多話的人 通常都 而且說話沒有分寸 我覺得 一些就得罪人 那些女生就 嗯嗯嗯 很壞 現在長大了就好一點 懂得控制說話 網台節目開始接受訂購啦 你除了可以親身到上環D100專門店之外 還可以去銀行入數 又或者透過桂圓機過數都可以 還可以登入D100網站D100.NET訂購 想即時過數 用轉數快就更加方便了 感激各位支持呀 有沒有不明白 可以打給我們D100網台專線呀 電話22971825 22971825 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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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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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